每日神话 神里赐给人生命 只给人道路 若不具备神实质的肉身 那就定规不是道成肉身的神了 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人要考察是否是神所道成的肉身 那就得从他所发表的性情与说话中来确定 也就是说 确定是否是神所道成的肉身 或确定是否是真道 必须得从他的实质上来辨别 所以说 是不是神所道成的肉身 关键在乎其实质 做工、说话、性情等等更多的方面 并不在乎其外表 人若因为考察其外表而忽视了其实质 那就是人的愚昧无知了 外表不能决定实质 更何况神做的工作都不能合乎人的观念 耶稣的外表不就是一副不合人观念的外表吗? 他的相貌与打扮不就说明不了其真实身份吗? 当初的法利塞人之所以抵挡耶稣 不就是因为他们只看耶稣的外表 却并不细心接受耶稣口中之言的缘故吗? 我希望每一位寻求神显现的弟兄姊妹 都不要重演历史的悲剧 都不要做当代的法利塞人将神重定十字架 应仔细考虑考虑 当如何迎接神的重归 应清醒清醒自己的头脑 当如何做一个顺服真理的人 这是每一个等候耶稣 驾着白云重归的人的职责 我们应将自己的灵眼擦亮 不要陷在那些腾云驾雾的字句之中 应想想现实的神的做工 应看看神实际的一面 不要总是忘乎所以 整天飘飘悠悠 总是盼着天上的某一朵白云上 坐着主耶稣突然降在你们中间 来接你们这些 从不认识他 从未见过他 不知如何遵行他旨意的人 还是想点现实的吧